美国的侦察机一直是全球领先水平,许多军事大国在面对美国侦察机的时候都显得束手无策,但是这种局面现在已经被中国打破。 据报道,中国至今已经击落了多架美军侦察机,并且在2015年的时候,还差别掌握了美国最先进的全球鹰侦察机。 同时,中国的侦察机近期也有了重大突破,在侦察机的较量中,中国和美国不相上下,中国的云影无人机就打破了美国在侦察机方面的垄断。 对此,美国也认清了形势,开始将美国先进的全球鹰侦察机出售给其他国家。 据报道,日本和韩国近期都向美国购买了Q4全球鹰无人机,该侦察机的单机高达2亿美元,与美国的F22战机几乎不相上下。 这可以看出该侦察机的技术含量是有多高。 全球鹰在中国的云影无人机出来之前,一直是世界先进侦察机的代表,许多国家都拿它束手无策。 直到最近几年,中国在侦察与反侦察上面有了重大突破,才打断了美国的这种神话。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,在2015年的时候,美国的全球鹰在中国南海差点被升勤,中国在南海涉下重重陷阱。 差一点美国的全球鹰就成为了中国的猎物,这次事件给美国提了个性。 在侦察机领域,美国再也不是天下无敌的存在了。 所以近期,美国才开始打破了限购条约,对外出售该侦察机,其实除了此次差点捕获到美国的全球鹰,中国已经击落了多架美国侦察机。 据消息显示,中国至今已经击落了美国五架U2侦察机,该战机曾经在天空也是无敌的存在,就连苏联拿它也没有太好的办法,仅击落了一架U2侦察机。 而中国击落五架,可以看出中国在该领域的剑布。 现在中国自己的无人侦察机也走向全球,得到了国际的认可。 美国在侦察机领域的统治地位,已经被打破。 中文字幕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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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